榴弹炮猛烈发射下 乌军不敢大意 因为不知道下波攻击会从哪来 很快俄军坦克炮弹出现连轰 火光四射 没想到准备离去时 又被藏在树丛里的乌军飞弹瞬间歼灭 乌东巴赫姆特胜负人未定 确定的是俄罗斯伤亡惨重 不知俄军 美国预估从去年12月 瓦格纳佣兵已有3万多人伤亡 其中9000人丧命 当中又有9成都是没受训过的罪犯 而对俄国来说 俄军和瓦格纳的内讧更是雪上加霜 关键城镇拿不下来 但若俄军能带上精良武器 或许就能补足瓦格纳损失的战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时象征更多兵上阵 还找上白俄总统助阵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呼吁西方军援 要比普京更快掌握先机 因为俄军同时在南部无差别攻击 美国则表示 目前超过600位乌军完成第一阶段训练 下一阶段有700多人将接受组合武器 和装甲车行军训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感谢您的声明